我已了解过战国四公子的生命事迹和形象 但为什么始终发挥不了卡牌的最大战力 给你提示 你知不知道卡上这几句是出自史记哪篇文章 我知道 是太史公治罪 司马迁在里面解释了他 为历史人物写传计的荣誉 这四位战国公子正因为能善用才能 招言纳士 为诸侯国作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才会为他们写列转 令到他们的事迹可以流传后世 不知道太史公又最欣赏哪位呢 司马迁除了凭历史记载 还综合他游历天下的所见所闻 先去评价战国四公子 他在列转最后太史公约 提到他到访过孟常军的封地舍 发现特别多漫环粗暴的人 当地人解释是当年孟常军招揽了 那些好勇斗狠的门客所致 于是司马迁就评价孟常军为好客自喜 指他招揽大量门客都是为了私欲和名声 而平原军就评为不惜大体 虽然风度偏偏但毫无远见 因为贪心抢走了秦国想得到的土地 而令赵国遭受报复可以说是来令自昏 当司马迁去到春生军王位的故城 感叹春生军虽然早年英明 但后来受制于李源是多么糊涂 司马迁对孟常军、平原军、春生军各有剖扁 似乎三位都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公子 司马迁认为只有顺灵军才做到不齿下交 充心礼代地位低微的仪式 所以司马迁在列传的篇名中 已经称顺灵军为魏公子 在人物描写的手法 也反映了司马迁有多欣赏顺灵军 你还记不记得顺灵军在赵国结晰的 德力门峡、武功和舍弓呢 他们运继在赌徒和酒家之中 顺灵军知道他们有才能 就多次拜访 但平原军就看不起他们 还批评顺灵军 我听人说顺灵军天下无伤 但现在他竟然跟赌徒和卖酒的人来往 真是荒唐啊 哈哈哈哈 信灵军知道后就想离开赵国 我听说平原军有言能 才会背叛魏王去救赵国 原来他只不过是徒友开明 不是真心闻言士 我知道武功和舍弓是人才 还怕他们不肯跟我来往 但平原军竟然认为这是恥肉 看来他并不是值得结交的人 平原军之后虽然向信灵军道歉 将他挽留 但平原军的门客 有一半都改投信灵军门下 而各地的言士都争着投靠信灵军 令他的门客远超平原军 司马迁直接刻画平原军和信灵军的想法 将同样被誉为战国公子的两个人做对比 再用门客的反应 控托出信灵军的言能 突出他才是众人心中的公子 是啊 司马迁还用了魏王 来反衬出信灵军举宠若兴 算无为策的一面 话说有一次魏王和信灵军在捉棋 北面突然点起风火 魏王以为有赵军入侵 马上吓到棋都不敢再捉 怎知信灵军很冷静地说 不用紧张 赵王打一下猎 不是入侵 我们继续捉棋 之后证实赵王果然只是打猎 这次事件反衬出信灵军 比魏王更有大将之风 同时亦埋下了被魏王猜忌的伏线 司马迁在描写人物的时候 不单直接写出人物的行动和语言 还运用对比、襯托的手法 这种敘事中见剥扁的手法 真是高明 只要你继续看《史记》 相信不止《战国四公子》 就连其他列传中的刺客、游俠、将军等 都会为你所用 剩下的就交给你自己探索 有机会再会吧